这10种职业患癌风险高 1.橡胶制造业工人橡胶制造虽然不是什么新兴产业 但我们仍然需要工人去生产汽车轮胎、橡胶手套等生活必需品 根据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的相关研究 显示橡胶制造业的工人罹患膀胶癌、胃癌和肺癌的基率较高 而美国癌症协会则将白血病和淋巴流列入该名单 使得橡胶制造型业成为最容易致癌的工作之一 2.汽车修理工从事汽车修理的技工每天都要面对脏兮兮、油腻腻的工作 而且这些污垢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他们最常接触的致癌物质是食棉和笨 其中食棉是造成肩皮瘤的主要原因 但因为其耐热特性仍然存在于刹车片和离合器的配置当中 而汽油中的笨则是造成白血病的主要原因 3.建筑工人 建筑工人常常面临着患癌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指引风险和汽车的相关配件一样 许多建材中也含有食棉的成分 因此在拆除建筑时应当提高警惕 而粉刷工人使用的油漆也含有致癌物质 可增加患癌风险 4.美甲师已有相关报告显示 美甲师有多种职业伤害 包括流产、呼吸系统疾病、面板问题以及癌症风险 而淋巴流和多发性骨髓流是风险最高的两种癌症 美甲相关物品中含有福尔玛林、二氧化、甲醛等致癌物 使用时最好在通风的场所并且戴上防护面罩 5.塑料厂工人 塑料的应用已经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橡胶产品 但不幸的是 塑料制造业同样存在很大的癌症风险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研究显示 塑料厂工人有更高的肝癌、肾癌、咽喉癌发病风险 其原因主要是长期接触木屑、隔阂其他有害气体 6.采矿工人 采矿工人不仅会接触到失眠 在矿井工作的工人还常常接触游和冬 从而导致更高的患癌风险 包括脑癌、筋皮瘤、胃癌、甲状腺癌等 此外 矿区的柴油废弃以及吸烟等问题 还会导致肺癌发病风险的升高 7.金属制造工人和塑料厂工人一样 汉工们同样容易罹患射奶和咽喉癌 美国癌症协会报道发现 女性从事汗接相关金属工作者 罹患乳腺癌的最大风险为75% 而汗接时的高温、金属碎片和辐射等 也会增加面板癌的风险 8.放射科医生 放射学技术是医疗诊断的重要一环 但相关研究表明放射科医生的甲状腺癌风险明显升高 美国甲状腺协会发现协助患者进行X线检查50次以上 可增加1.5倍的甲状腺癌发病风险 9.化学工厂工人 化学工厂的工人每天都要接触有毒血致癌的化学物质 这些物质可能通过面板吸收进入人体 例如从事染料和油漆工作者膀胱癌风险增加 而长期使用本案、深核耐案等化学品也会导致癌症的发生 10.有压力的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让你整天焦虑甚至整夜失眠 那极有可能会增加你的癌症风险 相关研究显示癌症与男性持续性压力工作相关 即15-30年的持续性压力的工作会增加肺癌 接直肠癌、胃癌合肺或其经淋巴流的风险 常见食品被列为致癌污 要少吃 1.腌制食品咸鱼产生的二甲基亚香酸盐 在体内可以转化为致癌物质二甲基亚香酸盐 咸蛋、咸菜等同样含有致癌物质应尽量少吃 2.烧烤食物烤牛肉、烤鸭、烤羊肉、烤鹅、烤乳猪、烤羊肉串等 因含有强致癌物不宜多吃 3.烘制食品如烘肉、烘肝、烘鱼、烘蛋、烘豆腐肝等含本病皮致癌物 常食易患食道癌和胃癌 4.油炸食品煎炸过焦后产生致癌物质多环方 咖啡烧焦后本病皮会增加20倍 油煎饼、臭豆腐、煎炸玉角、油条等 因多数是使用重复多次的油,高温下会产生致癌物 5.煤变物质米、麦、豆、玉米、花生等食品易受炒煤变 被煤菌污染后会产生致癌毒草素黄麴煤菌素 6.隔夜熟白菜和酸菜会产生亚硝酸盐 在体内会转化胃致癌的亚硝酸胺 7.槃榔嚼食 冰榔是引起口腔癌的一个因素 8.反复烧开的水 反复烧开的水含亚硝酸盐 进入人体后生成致癌的亚硝酸胺 每天多睡几小时患癌风险明显升高 生活中很多人一有机会就会睡懒绝 赖在床上不起来 可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的一项新研究提醒 每晚睡觉超过9个小时 患癌症的风险会明显升高 特别是对超重和打憨的人来说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完成的这项新研究 涉及7.6万多名女性和约3万名男性参试者 对其体重24小时内总体睡眠时间 是否打憨等情况进行评估 研究期间 共有19-73人离患肠癌 结果发现 与每晚睡7小时左右的人相比 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的参试者 患肠癌的风险升高1.42倍 在睡眠时间过长的同时 如果和病体重超标或经常打憨 患癌的风险更高 研究人员指出 打憨可能造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使睡眠质量下降 造成间歇性缺氧 最终增加了肿瘤生长的危险 此外 睡眠质量的不足 又迫使人们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来补充 造成恶性回圈 因此 研究人员建议 保证优质睡眠对健康至关重要 对成年人来说 每晚最佳睡眠时间为7-8个小时 睡多睡少都不利健康 防癌就多喝五种茶 1.铁关阴茶 此茶具有清新明目 杀菌消炎 减肥美容和延缓衰老 防癌症 消血脂 降低胆固醇 减少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等功效 2.桂花茶 此茶具有温补阳气的功效 主治阳气虚弱型高血压病 选用干桂花1克 茶叶2克 将干桂花 茶叶 入杯中 沸水冲泡6分钟 即可饮用 早晚各饮一杯 3.银耳茶 此茶有滋阴降火 润肺止咳的功效 特别适用于阴虚咳嗽 可选用银耳20克 茶叶5克 冰糖20克 先将银耳洗净 加水与冰糖炖熟 再将茶叶泡5分钟后 加入银耳汤里 搅拌均匀服用 4.橘红紫茶有润肺消痰 锂气止咳之功 适用于丘令咳嗽痰多 年耳咳痰不爽之症 此茶以橘红宣中锂气 消痰止咳 茶叶有抗菌消炎作用 以此二味配置 对咳嗽痰多 年耳难以落出这疗效较好 选用橘红36克 绿茶5克 用开水冲泡在饭锅内隔水 蒸20分钟后服用 每日一剂随时饮用 5.萝卜茶 此茶能清肺热 化痰湿 加少许食盐既可调味 又可清肺消炎 选用白萝卜10克 茶叶5克 先将白萝卜洗净切片煮烂 稍微加点食盐调味 再将茶叶冲泡5分钟后 倒入萝卜汁内服用 每天二次 民间谚语 吃着萝卜喝着茶 气得医生满地耙 如果你的职业刚好在其中 那记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参考以上所述的食疗方法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